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下这个 关于破件的这种水的这个状态啊 破件的这种水的话相对于我们之前做的这个水面的这个感受来讲的话 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的这个形态其实是会比较影响最终的这个水出现的这个效果的 所以说相当于是说我们其实破件的这种水质感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还是更多的是要注重一个所谓的造型方面的这种东西 也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个形的时候 要去把它设计的有一定的张力或者说有一定的形式美感的这种安排 那什么样的东西叫做有张力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呢 就是比如说你画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是这样去画的 这样去画的 它就看起来就没有力量感 就是它的这个劲儿就感觉是有点撑不直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样去画的 它就是有一个往两边张开的这种力的这个感受 所以说我们在做一些水的这种破件的时候 就是要去结合一些它的所谓的这种张力和它的一个就是聚合感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去把它的一个形状 形状或者说是轮廓去做的有一定的形式美感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要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形 就是我们要做这种破件的这个水滴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形 那我们来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水元素的一个状态吧 就是一个小人 然后这样下来 然后头顶上基本上都是这种 甩出去的这个水的这个状态 然后整个的一个小孩也是要让他放在一个 一个水的一个破件的一个环境里 先去拿线简单的勾勒一点 我们需要的这种水的破件的形状 现在要有一个形出来 然后破件的这种水的话 其实质感上来讲的话 它会跟所谓的这种宝石或者是玉石啊 什么的这种东西会更加接近 就更像 因为它是一个半透明 然后你又要去塑造出来一定的这种实体的感受的这种东西 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是要考虑到它的一种半透的这个透光的一个效果 另外的话也是要考虑考虑一个就是它本身的能够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这个形状态 我们设计一下这个形状啊 就让它 比如说头发稍微的甩上来变成一些破件的水花的一个感受 对 已经抽完了 正题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形状 比如说看现在的这个区域就是这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甩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你在塑造它的这个形状的时候是有一些这种比较流畅的弧线的去甩动 那当它甩动到一定的位置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往外泼溅泼溅出去的这个这个力的这个感觉 到达一个顶点之后 它是会有一所有所削弱的 就是会在顶端顶端的这种位置去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堆积的这种状态啊 那在顶端的那个状态上的话 它就是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不规则的这种团在一起的一些感受啊 就是有点团在一起的一些感受 那在这个比较力比较流畅的这个阶段的话 它整个的一个弧线的这种线性的状态也是比较流畅的 那另外的一个形呢 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轮廓 包括它的这个水珠的这种疏密的这个安排 形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形的一个感受 这个的话是需要对于形式美感去做一定的判断的 水的话就是我们 比如说在一些商业应用中的话 水可以去塑造各种各样的形态啊 就包括一些就是水的特效啊 包括一些水的这种小人儿什么的 在我们的一些商业图里边的话 是比较经常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些元素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形状 可以进一下液化 就把这个形状去稍微的调整一下 液化会变虚 算了无所谓了啊 反正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大体上的一个框 然后我们需要去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选区 把它圈出来 这是憋了好几个月的量 委屈的抱成了一团 好几个月的 我吃又要炸 稍等一会儿吧 小电视轰炸 小电视轰炸 既然来了一波小电视轰炸的话 我们就做一波广告直入 我们是上海元素动力 然后是做原画CG培训的 新来的小伙伴可以简单的听一下 现在直播间里正在讲的这个东西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一个水的这样的一个画法 然后如果是说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比较喜欢画画的小伙伴可以去去我们的这个官网 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班啊 我们是一个全日制的 然后针对这些 我们说即将入职的这种先进人才 做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原画CG的培训 可以直接搜索元素动力 如果是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同学的话 可以去微博上搜索元素动力了解一下 然后好吧 也简单的给我自己做一个广告啊 我的微博名称的话叫半两 然后是目前元素动力的这个在职老师 然后这个如果是对我的画比较感兴趣 或者说比较喜欢我的画风的小伙伴的话 也可以去微博上关注一下 当然这个字不好打啊 你们可以直接就去搜索元素动力 然后找到元素动力的官博 然后在这个官博下面去找到我的这个微博啊 你直接打这个这个半字的话应该是不太好打出来的 OK 现在在做的这个东西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西级绘画里边去画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啊 那基本上有了这个选区的话 我们前面的线稿就用不太到了啊 把这个选区再稍微的修一下 那线稿可以调弱或者说关掉 线稿先不要合层啊 就调弱就可以 然后在这一层上去做一些处理 对元素动力会有招聘的啊 就内部招聘 如果说你们这个在学习期间 然后表现优异是吧 然后这个能力得到认可 经过正式的就我们元素动力楼上的这个招聘的话 跟其他公司的招聘是没什么区别的 不存在黑幕和后门什么的这样的这种东西啊 就是正式的通过应聘进去就可以留在元素工作 然后有了这个选区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还是用之前的这个笔啊 就这个笔刷 就是有笔封的这一个笔刷 然后去分两层去做它的一个高光 和它的明暗交际线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啊 先把这个复制一层啊 在做这个高光跟明暗交际线之前的话 是可以用提量工具 先把它的一个大致的通透的这个感受 去给它做一下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实体的这种物体 然后在内部有一个自身的这种自发光 雪中啊 雪中啊 雪中没画完 其实还在画 上面那个PUI交易不好使的啊 关键是你找不着人 反正我这边行不通 雪中的话其实还在画啊 就像这个后面这张 这张的话也是想着画雪中里边的人啊 但是就是感觉现在还没有完全画出来状态啊 有点前驴技穷的感觉 所以说先缓一缓 加上最近的话也是在去分心画一些其他的这些东西 就画鬼器啊 画这个FGO的这些东西 所以有点分心 所以侠系列里边的这个雪中的这一块还会持续更新 但是就有点有生之年的系列的这种感觉了啊 看我什么时候能出图吧 把它的一个大关系先去给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在上面的这个分层上去给它做高光 只有暑期有时间的话 反正这边是全日制的 你如果只有暑假的时间的话是 我估计啊可以考虑基础版 就是这个日常版和精品版的话 五个月的时间你这边应该是不够的啊 去点高光 顺着它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光定在这个位置 就定在右边来的这个光的这个感受 那它整个高光是顺着这个 这些下边的这些形状的这个体积去往右边去点上去的啊 这个只是一个大的高光的一个效果 因为我们其实水的话 你仔细观察它上面的高光会很多 就很零散很小的这种高光也会比较多 所以说这个高光不是说点一遍就点完了 就我们可能点完之后的话 后面还会再反复的去回到这个图层去修 所以说这个图层先不要着急的去跟下面合掉 然后顺着它这个形去把高光做一下 基本上都点一遍 这是高光层 然后在高光层下边的 再新建一个它的明暗交界线的层 选上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然后顺着这个圈去画圈 那注意控制一下它的一个大小粗细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这个圈在形状衔接的边缘上会加粗 然后在一些比较膨胀的边缘上会比较细 反正我们现在有针对有针对图层 然后有选区就可以比较肃无忌惮的去画 就不用担心它抄出去 然后再塑造这个明暗交界线的同时 去把这个大形状的体积也是稍微的给它带一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大型是一个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它的一个大型的体积也是要稍微带上的 元素应聘 对下面的回答对都来一份 快了快了不用着急 题目其实跟往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我喜欢这个人 对我来说 你可以继续 我来说 我来说 你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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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你会想起来 我来说 你会想起来 那它的壁色 然后跟它的高光的旁边 都会出现这种比较暗的明暗焦气线 然后水的这种质感的话 就是有些跟金属类似的地方 就在于说它的高光 其实也是比较锐利的一个状态 然后高光锐利 然后它的明暗焦气线是紧跟着它 就放在旁边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们还要再往里面去添加灰面 两层比较主要的就是明暗焦气线跟高光的这个区域 是决定它的一个质感呈现比较主要的两个图层 然后还要加一些灰面 那灰面在做的时候就比较平滑的那种 就是有点像这个 渐变式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这个明暗焦气线的这一层的话 在画的时候不要完全贴着它的轮廓来 然后有一些切进来的 有一些要切到它里边来 那这种的也是可以做一些形状上的切割 不是完全顺着边界来的 好 然后先简单的给它做上去 不用太着急的确定 因为这个图层我们会在后面 还是要去针对这些图层做一些调整 跟你说过这些哦 不喜欢啦 没等于水 继续双足 这 líder的时候 然后稍微有一些这种转折的 然后不太顺着行走的这样的一些状态 然后所谓的它的这种透的通透感还是要在这个底层上去解决 就是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光是从这一面给过来的 那它被光打亮的这个区域肯定是会亮起来的 那水之所以跟其他这种石质比如说跟石膏不一样的这种地方就在于说 它打亮之后会把水照透 那照透的话也就是说水的这个暗面里边会有一个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成就是它自己本身的内部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自发光 就是所谓的透光的这个感受把它照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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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透过来 其实我们已经用提亮工具来塑造了一些灰面的状态 待会看看需不需要再往里面再加一点灰面 然后线稿看看用得到吗 线稿应该是用不太到就可以把线稿关掉 控制一下强度 然后用这个软的橡皮去擦掉一些 然后擦掉一些灰岸队线这些比较深的这种东西 然后可以再选上一个更深一点的颜色 下周一交彩色深奖和头像 要交的吧 还是不够深啊 再深一点 那做一些比较锐利的 相当于卡币色一样的这种 阴影的区域 那做一点比较锐的 我还没拿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再来打算 然后用这个项目的颜色 再来拍子 scribbling 然后收到这个颜色 下周一边 我们不喜欢的一abei子 如果一遇见 它被刃了 我们就 compression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乱输了 所以我们为了 然后顺着之前的明暗交界线的这种感受 再把它闭塞的这种区域卡一下 河建华在哪呢 等着我周一过来拍他 杠杆巴巴是吧 顺着把这个闭塞都卡一遍啊 在卡的过程中可以顺带着把这个底板的这个形状稍微的拿这个橡皮给他修一下 尽量的圆滑一点 规矩一点 因为我们刚才建选区的时候建的是比较粗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尽量一次就把它修规矩点 因为这个基本上我们也不太会走回头路了 然后再来一遍 把底板也修一下 压杆控制透明度 我觉得可以先不要 你试一下 它其实只是要一个笔锋就行了 现在这个的话应该是没有透明度 我前面画的时候 好像是把这个传递师开了 但是开了的话 有时候有点画不实 就是我想要它的这个颜色 是一个比较能够种下去的 这个黑的时候 黑不下去 所以说还是可以先不开那个 因为你现在有选区嘛 就是有这个边缘 在这你不怕画出去 就可以直接不用考虑它的那个 不用考虑它的透明度的变化 就像用乌鸦杆的笔在画一样 换一个笔刷换一个橡皮 换一个橡皮 写上 这个橡皮 这个关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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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走太多回头路的话 就尽可能的在每一步的时候 都把它做规矩一点 就为之后的这种步骤的话 就是节省一点时间 嗯 嗯 像这种东西其实出效果的话 还是比较快的 就不需要磨挤半天 但是你要修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修起来会比较麻烦 靠率 就是 子 sper 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卡币色 不用电视什么的 作业画好了就行了 你应该是女朋友来了也不能阻止你画作业 要有这种形态 要分层 就是这个高光的这个区域的话我们待会也是要修的 就是这个现在基本上是在修这个暗线或者叫明暗交接线的这种区 和女票一起画作业 女票帮着画吗 什么鬼这是一个健康的直播间啊 人体彩绘什么的我肯定不知道的 还是把这些明暗交接线的这个区域的形状一点点修好啊 这周末画三个作业 谁让你前面没画好呢 谁让你前面没画好呢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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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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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有点耐心 不能太着急 觉得还简单的出来一点效果 然后也就完事了 要想起来 我已有点耐心 好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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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 把这个形状跟我们要的这种 灰度的这个状态都修整到一个 比较OK的一个状态上去 这些线啊 就是顺着这个形体的一些结构去做的 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明暗阵线的这些状态 但实际上的话 又不完全的跟形体的明暗阵线是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水的话 就我们在理解它水的这个表面的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平整的一个面 它是会有一些就是拼接感的这种状态 就是一些一些圆圈去给它拼凑 然后组合成的这样的一个水的一个感受 所以说它会出现内部的这种线的这个感觉 日本人的这个感受就有多原因 但是它冒险出现在的这个感受 所以我们家在这里创造林的感受 我们来说这个感受的音量 我们在这种感受的感受 比较很严重 就喝点简单 才可以做的 因此就有很多感受 真是一个给你 但是三小时的感受 你喜欢对我 真的会 我们在这种感受 你会强多脚的那个感受 一些细的也可以挂进去 贴在高光的旁边挂一点挂几根细的 红蓝偏移效果不是说了两遍吗 就是新建一个复制的涂层 然后我想用哪个举个例子 就把这个复制一个出来 你只要在你的画面上新建一个涂层 然后在这里边找混合选项 就把这个涂层的混合选项里边的RGB随便点掉一个 一般情况下会把这个G就是绿色点掉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涂层位移 那么左右位移上下位移 或者是往哪个方向位移 你随便就你往哪个方向位移 它就往哪个方向去产生这些颜色 然后把其他的比如说你把B点掉或者是把R点掉 也是会不同的效果 这个偏出来的是红就是这个紫色跟这个绿色的这种状态 如果你把这个R点掉的话 它偏出来的是这种颜色 那把B点掉的话 它偏出来应该是黄色 但是在这个图里面看不清楚 继续来修我们的明暗交易线的这个区域 水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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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 温盐也是调色的 所以在它的部位 buradan抓住 第三层自己公布 对 这个πο魔感 gambling 摆住在ohn 地理物 同账 中文字幕——YK 然后把底板的形状去在画的过程中一点点的去把它修好 那这种地方就会有堆积 那堆积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一个的小圆泡挤在这儿 中文字幕——YK 那有一些堆积的这个形状在上面 然后重新的去把新做出来的这个区域也是把它的明暗条线暗线的这种区域给它点进去 然后换到高光层把这个高光补回来 比如说它这个到后面这些高光会比较零散 那这种小的这个小圆球上都会有一些很小的小高光出现 用提亮工具去把底板的大关系提一下 修一下它明暗交易线的形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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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的修一下 詞曲曲 李宗盛 那水珠的話不一定都是完全的這種按著渾源的走勢走的 就是有一些還沒有完全分離開的兩塊的這種水珠 它會有一種粘連在一起的這種感受 這個也是要去注意一下 可以再深一點點一點鼻色 通常時間我不會長jor來得到 就等了 我會還不決定 我會找你 走你 別再照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给它做好 然后再把这个高光 去给它点进去 elt瓊子 这样的儿子 点瓊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基础效果的话 目前的这个状态已经是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概的这个水的这个基本感受 其实都已经出现了 我们可以去调色 然后给这个水去做一些好看的颜色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把畢舟再点一点 水中的倒影不讲啊 水中的倒影就是一面镜子呀 这有什么好讲的 就是你只不过是把其他的这个 你场景中其他的这个元素就变成一个 贴到这个水面的这个平面上就完了 然后顶多是有些地方是残缺的 它就是一面镜子呀 你如果倒影的话 它就是纯纯的一个镜面反射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就比如说你的这个水面 你看到你看那个叫什么 天空之镜还是什么 那个就是西藏还是哪 那个盐弧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上下一样的 就对对称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天空的一个感受 那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你的这个水旁边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 那你就是翻转就复制翻转 放到水面上 不会反射不会 反射的话不会被水面的颜色影响 都说了它是一面镜子嘛 都说了它是一面镜子嘛 反射的话就是纯的镜子嘛 只有你在水底或者是就是在水里面的这种东西才会受到水的颜色的影响 就是在水里面里的影响 好高光我们再修一下 好高光! 为了增加它的一个细节或者是内容方面的东西 可以在它的这个表面 就是让它的表面不是完全一个光滑平整的表面 有点水的这种波纹 口腔内脏的高光的特点啊 就是跟水的这个高光其实是有点像的 就是它的一些类似我们说的这种黏膜质感 为什么能出一个那种怎么说的 就是所谓的它的那个质感的那个效果 它其实就是在一个软环境里边 就是你这个东西 你是要先给它做一层软关系的 就是所谓的口腔的那个黏膜的那种质感 它其实就是说在表面其实有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水在上面附着 所以说它的一个高光是一个就是很平滑的这种什么锐利的这种感受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在这里边是有一些软的关系在这 就直接拿喷枪去做 然后稍微的收一收一点硬的这种东西 在这种区域上 然后呢在这个软关系上 你再在这上面去点它的一个比较锐利的一个高光 然后稍微的带一点点颜色可以 那去点在这种它的一个比较高的这种位置上 我可以考虑一下高光的形状 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它在一个软环境上面 然后去有一个锐利的高光的一个呈现 它就能呈现出来这种黏黏糊糊的质感 对我前面说了一句话了 基本上大部分质感的这个体现都是靠高光 金属的其实质感的体现也是靠高光的 还是回到这个小人上 高光的颜色可以给它变一下 又用到了我们的黑科技 就是它已经决定了 就像这个阅来的 radio 从小人上 那些像是什么 那些像是什么 就是这种 然后就像这种 对 这种 是 然后这个水的话也是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一般我们画常规的水的颜色 就是暗面的话是一个偏蓝偏紫的一个调性 就是暗面会有一点这种蓝紫的这种感受 然后亮面是一个从蓝往孤蓝的方向上偏的 就是带一点点绿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常规的颜色 这是比较常规的颜色 我现在有点喜欢画那种没太有色的水 就像类似这样这种的 就是不是非得是那种绿乎乎蓝乎乎的那种水 还是先做一个常规的 你会更懂的 我需要蓄上这样的水 我需要蓄上 你会更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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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更懂的 我需要听 able 都会更懂的 我需要之前 我需要这是 benefited 所以请我 我是否需要 往青色里边带一点 但是这个颜色的话是看你自己的喜好 你看你到时候最终自己想要去走一个偏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水的一个状态 可以自己去控制 它里边的这个关系的话就是目前的这一层关系的这个状态 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去成黑白 然后基本上就是感受到这个它的一个素描关系的这个感受 然后其他的颜色的话就是你可以自己自行去选择 就是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都可以 你看看下有什么样的颜色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画这些东西的话 总是会喜欢给它们弄的就是没那么强烈的一个颜色的感受 稍微压一点关系 我让你感觉到时候 你感觉到时候 行神异高弓是什么意思 我又落伍了吗 五彩斑斓的白色很正常啊 因为白色的被染色的这种概率很高 所以五彩斑斓的白色还是很正常的 白色本身的固有色色相不清晰 太容易受到周围的慢慢收光的影响了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暗线 也稍微的带点颜色 把这个紫色跟蓝色里面偏一点 还是喜欢眉色的这一般 我们试着把这个颜色给它做淡一点再 哇 用筷子到洞 天下的一種 地瓜 非常主生 薄餡 薄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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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微微的带一点点这个往紫或者往黄偏的这种倾向 通过色彩范围去调整一下它这里面的这个亮面的颜色 一边吃点 鸡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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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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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亲的快乐的源泉变成了叹息 什么时候跟二哥学会的 你明白了吗 那你明白了吗 我懂得冒险 你懂得冒险 然后我冒险 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大黄吗 我要上提亮工具 稍微给光做一点整体化的衰减 我们说的是同一个衰准的衰准的衰准备 然后简单的处理一下边缘 基本上这个水元素小人 就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了 剩下的话如果是再需要再往下画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细化方面的这种东西 就比如说把这些地方再做的 更加的规矩一点 偏细化性的这种东西 大效果的话基本上就这样 看合层了之后能不能去调颜色 这个闪也不错 可以自己做几个异色的方案 酒红色不太合适啊 这个颜色也还行 好了基本上就这样了啊 今天的话硬性方面的内容的话 主要就跟大家聊了一下水面的这种效果 包括我们去做杂色的时候可以用曲线 然后去调那个心电图的那种状态 注意这个状态里边的话是必须要有足够细腻的灰面 它才会能用那种效果去调出来这种雷射这种颜色啊 然后颇见的这个水呢是要先从造型的阶段去考虑 然后造型考虑完了之后的话 它就是一个比较通透的 水材质的深色是环境事物的倒影 呃不是啊 就是这里边这个深色其实是能够 也是能够看到水底的这个状态啊 它是属于相当于我们的水面的暗面啊 水面的暗面就它其实透的也是水底 嗯 然后那个刚刚刚说到哪说到说到这个啊 就破溅的这种水还是先以造型作为一个突破口 然后造型之后的话就考虑一个它的一个透光的感受 就是这边受到光它肯定会亮 然后有高光 然后跟光这个照射的这个方向 同一的这个方向 它的这个暗面的这个区域会有一些 反上来的透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它内部的一个自发光的感受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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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刚才调的那层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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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啊 就是 理论方面的内容的话也就这些 然后具体的大家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尝试啊 自己去试验化一下这种不同的这种水面的这个效果 目前的话就是今天这节课就只是说了一个是能够看到水底的这种通透的水面 另外一个是破溅的这个水 但是水还有其他这些形态 比如说今天就有人也是说了那种就是看不到水面的看不到水底的那种状态 那看不到水底的那种状态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往上的镜面反射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说这里边还是仍然是暗面 然后只不过这一层亮的这一块这一片就变成了一个反射反射外面的这个环境事物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图像一个东西啊 那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还有的话就是像海浪啊什么的这个这些东西 为什么没有把海浪单独拎进来讲 因为今天其实主要讲的是一个通透就是通透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东西 海浪的话它其实更多的还是比这种坡件的这种水的状态更多的要考虑造型 就是它要考虑浪的形状 然后这个浪花的这种编排 所以说那个东西的话可能跟今天的这种主题并不是特别的一致啊 所以说今天的话就讲这些 然后这里边就是今天说到的你们的这个水里边 就是我们在画这种水面的时候要画哪些东西啊 就水底水的这个纹理 然后交散 记住这个新词交散啊 这个就是出去这个什么旅行装什么 然后必备神器啊 就是你起码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啊 然后水底的话基本上就是纹理跟交散 然后水面上我们要画它的一个镜面反射啊 然后这些啊对还有泡沫 泡沫其实也是水面上的东西啊也可以加 就比如说在这种地方加一些这个小的圆泡这种东西啊 也是可以加的 呃水面画画水面的镜面反射 还有一些水面是画水面的这个浪的这个状态 然后统一的都是要去注意它的一个安排上要顺着这个透视的这个状态去走啊 ok 具体的课程内容就这些 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现在再问一下啊 我们到十点半就结束掉了啊 水面近处透底远处镜面可以同时存在吗 远处镜面啊 这个镜面反射如果说你要透底的话说明它水的其实是比较浅的 所以说它这个镜面应该不会太强 就是有可能是会有但是并不会呈现出来一个太清晰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些怎么说就有些有一些矛盾的 就是你看水底看的比较清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水面上的就是这一层的这个反射它就会 呃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吧 就是它水面上的这层反射就基本上看不到太多图像了 而且我们画的这种水面啊 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呃有波纹的就是相对来讲就是说它不平整的这种水面 所以说不平整的水面在反射的这个环境下它是不太好反射的 有录屏官方录屏会到时候会放到b站啊 所以说你要是画镜面反射的话你就画一个平静的水面 把它当一面镜子画就不要不要想着去做水了 或者说你在这个平静的水面上有一圈一圈小的水的波纹也可以 就不要有这种大的波浪啊 不要有这种大的波浪啊 写实嘛 这种东西反正 不一定用得到这么写实的一些效果啊 看好了 看吧 你怎么想在的 不是 太多了吧 这张的话也没有来得及去继续往后画啊 有有问题可以说没想出来对你确实是有问题这个可以 PSD发群里哪个群啊不然你说的是哪个群 这个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到时候看看呃发发到那个什么 PSD如果想要的话到时候可以放到群共享里啊 这个都没什么了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你要看你要就是从从最前面开始看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一遍应该就差不多就学会了 这两个是没用的 这个应该是未必要提及的 小圈和大圈哪个是上层哪个是下层 你说这里边这些啊这里边这些的话是同一层就它都是在底层上的 它都是交散 只不过是这个这个小圈就是后面的这些小的细的是那个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加的 它就下来着就是等到这个大的这个波纹成型之后 然后直接用那个提亮工具往上面去勾的 都是在一个层上的 那这几个PSD其实都可以都可以放一下都没事 这个放PSD的话没什么没什么意义 就是一个操作 水面的高光多吗 水面的高光水面的高光应该不多啊 你看下面这两张图它不是说了吗 它这种高光的这个点是比较集中的这种小闪光的那种感受出来的 而且是在中间灰的这种阶段上 不会是一个太过于零散的这个状态 像这个状态里边的话 它其实水面几乎是没有高光的啊 就是后来这个的话是 用涂层 啊对强行的加了一个这些小的这个亮点 它其实你去看一些照片的那个状态的话 它其实是不太会有那种特别强的高光出来的 因为它这个这块就已经是比较亮的了 一般高光出现在水面上的话 都是水面比较开阔 然后比较远的这种状态 会出现这种一片一片就是比较闪的这种林 就是相当于是说 呃太阳就是太阳在水面的一个倒影一个状态 好了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的课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兴趣了解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元素动力的官方微博 然后我们的一些信息 包括我的一些图或者是动态 也都会在我们的官博上发出来了 其他材质我可能不会讲太多 我估计特效课里边就讲一个水 一个晶体一个云 然后 哦还有火跟电好像也要讲一下 就不能算是材质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特殊质感 或者特殊的表现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啊 感谢大家过来听我的这个直播课啊 谢谢 我们下来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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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万有点赞 天哪 我们下来点赞 咖 看